俄罗斯邀请中共日本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领导人德米特里耶夫几年,在莫斯科的一次俄日投资论坛会,遇上美国之音白话拍摄,俄罗斯邀请中国和日本投资,建设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涉及港口,收费公路和物流中心,等俄罗斯远东地区,由于缺乏基础设施严重妨碍当地开发。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在明年5月,再次访额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项目过百,涉及港口公路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主席德米特里耶夫,11月30日星期五表示,俄罗斯邀请中国和日本投资,建设大型基础设施,俄罗斯代表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中国,以及与日本代表团所举行的会晤中讨论, 有关问题,作为俄罗斯国家主权投资基金会的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这次随同普京总统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籍团峰会,德米特里耶夫说, 如果中国和日本参与近来在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俄罗斯国家投资规模将能减少,到30%到40%。 他说俄罗斯向中国以及向日本代表团介绍了大约100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两个国家对港口,收费公路和物流中心等项目,都产生了兴趣额制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期望中日两国未来能对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大规模投资。 据报道,俄罗斯政府内阁10月份刚通过了未来6年改造和扩充基础设施的计划涉及能源、交通等许多领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半资金来自俄罗斯国家拨款,其余资金需要向私人企业和其他方面筹集。 普京再次当选就任总统,后在5月份所下达的总统命令中,也提到基础设施的建设,缺乏基础设施影响远东发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俄罗斯远东地区特别缺乏基础设施严重妨碍当地开发,当地与邻近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同样受到影响。 奥斯特洛夫斯基远东地区现在都拥有哪些基础设施,那其实区只可数仅有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还有一些不太多的机场,以及为数不多的港口码头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功能都非常有限。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要想促进远东地区发展和推动与邻国贸易,出钱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并不可少。 效果不好中日不积极俄罗斯,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中日投资。 但效果并不理想在俄日合作项目中,曾包括日本投资改造俄中边境主要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的机场,但后来不了了之,俄罗斯几年前就邀请中国投资滨海边疆区的港口和交通走廊项目。 但中国反映,并不积极中国曾有意在俄罗斯投资和输出高铁技术。 但被各方关注的莫斯科到喀山高速铁路项目迄今仍未动工中国投资时常引起反感抗议此外,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和经济活动即使受到官方支持,但经常会引起俄罗斯社会的不满和反弹几家俄罗斯媒体报道。 西伯利亚一个地区的居民,因不满一家俄罗斯公司,引进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改造一家化工厂。 他们最近抗议为中国工人在当地兴建宿舍并同地方政府爆发冲突。 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最近传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在西伯利亚的另一个地区,当地居民与一家中国公司爆发冲突。 一名当地居民手指中国翻译和工作人员让他们返回中国。 居民们说俄罗斯不需要中国投资,中国菜农在邻近地区种菜大量使用化学试剂,破坏了那里的土地。 当地人对此很反感。 习近平明年五月访圣彼得堡与此同时,普京总统这次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阿根廷首都再次会晤。 两人商定习近平将在明年访额习近平将以主兵的身份,出席明年五月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